如果我們過去講話 其實經常在評價他、否定他 我們要有一個理解的心就是 他當然現在會不太想回應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安全感和先人感是可以重新再建立的 可是我們就要 歡迎回到暖心相談事 前面播出兩集過後 大家的反應都很熱烈 然後真的非常開心 那今天第三集 我覺得我們要好好聊聊的 什麼叫做成熟的戀愛 因為有好多人覺得自己是成熟的 或是覺得自己這個年紀 這個stage 我覺得每一個階段都會覺得自己是成熟的 就小時候也會覺得現在很成熟 相對嘛 對 但是真的會越來越多人會問說 什麼叫做成熟戀愛 成熟戀愛的定義又是什麼 是不是成熟戀愛的人都會溝通 都會有一個我們電視上看到那種 idol那種相處模式 都是那種美好的婚姻 都那種美好的相處 成熟戀愛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反過來討論 成熟戀愛的相反 就是一種 幼兒式的戀愛 幼兒式 可是也不是說完全我們成熟戀愛 就要完全沒有孩子氣的部分 因為孩子氣有時候是為 讓你的感情覺得 好有刺激好可愛的那個部分 不是這個意思喔 不是說你完全不可以有孩子氣 而是我們要脫離那種幼兒式的幻想 什麼叫做幼兒式的幻想 我稍微說明一下 就像一個嬰兒 他的幻想就是 我不用說 你就要知道我肚子餓了 我哭一下你就要知道我尿不濕了 鬧一下你就要知道我身體不舒服 你要幫我找到 甚至我都不說我哪裡不舒服 你就要幫我找到 這就是幼兒式的幻想 所以很多人在感情之中 都是太多小劇場 他腦袋裡面就會自己想說 他應該要知道 對我就在旁邊生怨氣 他應該先來抱我 對怎麼還不來抱我 然後呢可能對方終於回神了 發現你不對勁的時候 然後就說你怎麼啦 沒事啦 甚至有些人會講出反話 那就表示我們還沒有辦法 很成熟的去表達自己真實的情緒 跟需求 你要別人猜 甚至有些人會告訴我 那我自己講就沒有意義啦 就不值得啦 我就是要他可以猜到我 才表示他愛我 跟表示他懂我 對 表示我們不需要任何語言 對 其實這個都是幻想 當然我們都期望 對方可以完全了解我們 甚至有一點讀心術對不對 相處越久默契越好 可是默契之外 我們還是需要非常長期的溝通 因為我們之前影片有講到 我們人是每天都在改變的 就算他認識的是以前的你 他這一刻 他也得再重新認識你 就像這一刻 你也得重新認識對方 我常常都會說 每一天都把對方當成 新的男女朋友 這樣有沒有給你刺激 然後用好奇的眼光去認識他 今天你想要聊什麼 今天你過得怎麼樣 我覺得帶著這種眼光才不會 越談越無趣 越談越冷淡 我舉一個我們最一般人會有的想法 跟思維覺得成熟跟不成熟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像我大學時期 有一段時間是覺得 我一昧的配合他 一昧的讓他開心 就是戀愛 然後我現在回頭看 因為有這樣的比較 才發現那時候的不成熟 但我以為 當下不會覺得那個是不成熟的戀愛 那時候我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沒有顧慮到自己一昧付出 譬如說最簡單他熬夜打電動好了 我就會陪他熬夜 甚至到早上 甚至打麻將 甚至是做其他事情 就是不管是哪一種 娛樂也好 或是工作也好 就是我會犧牲掉自己很多 應該要把自己照顧好的事情和時間 甚至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甚至和自己的相處時間 我現在回想就會覺得 噢當時候好可愛喔 那一個寵物 我也不會覺得那個是戀愛 正確的方法 所以如果要我去定義 想要問你這樣是不是對的 就是如果今天在成熟之前 當然溝通是很重要的 應該說 經營成熟感情的一大環節 但在那之前 是不是要先意會到 你我之前都必須要是一個完整 跟非常把自己顧好 有非常懂得怎麼樣去自愛 怎麼樣懂得去 實際上的照顧自己 不管是時間 用具 對待 服裝 吃的喝的什麼都也好 所以我覺得 在那之前你算不好了 再去討好別人 再去配合別人 我覺得很多人不瞭解 你剛剛說的愛自己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好模糊 可是我把它更具體化 其實愛自己就是尊重自己 每一刻當下最真實的需求 你尊重它 像剛剛Blair說的 我因為覺得我這樣一直陪你 24小時陪你 你會開心 所以你甚至連吃了拉撒睡 你都犧牲了 你就是待在他旁邊 以為他這樣會開心 這個第一點 你沒有確認他真的需要這個 第二個是你完全忽視包含你的身體 包含你的心理的需求 我們都忽略掉自己 所以這兩個 簡單來說 你就沒有在尊重自己 然後也沒有在了解對方 這樣子的愛情模式 的確是比較偏幼兒式 那回歸到一個成熟戀愛的理念 我們已經先釐清自己要什麼了 然後要懂得和對方溝通 我覺得最多人會遇到的問題是 如果對方不想跟你溝通 怎麼樣去打開他的心門啊 怎麼樣去開啟這個溝通 對方如果不想跟我們溝通 其實一定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情 簡單來說 他可能已經累積的 對 累積的 所以我們要去回溯一下 我們之前兩個人的溝通模式 很常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就會發現他越來越不想講 他fade out 甚至他不高興 那那個時候你說了什麼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回憶這個 像很多人他會慣性的想要給別人建議 比如說他的另外一半今天在講 這個火鍋好好吃 可是就說這個火鍋味精很多 對你不健康不好 或者是他講今天他工作很開心 你甚至就有點潑他冷水說 我心情不好你還笑那麼開心 你都沒有想到我 所以如果我們過去講話 其實經常在評價他否定他 我們要有一個理解的心就是 他當然現在會不太想回憶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安程感和信任感是可以重新再建立的 可是我們就要給對方一點時間 再告訴他 比如說他接下來就鼓勵他講話 第一個我們不能逼他馬上就要回 對我們要給他一點時間 也告訴他說你發現自己過去 講話有一些慣性傷到他的 那這個是你想要調整的部分 也請他如果被傷到的時候可以提醒我 我們就可以改善我們溝通的互動 那如果你剛剛說回到你們最初的溝通方式 但我已經很努力的找回 跟我已經扮演好我角色 已經找回那個模式 但對方就是還是那種冷冰冰的 有什麼解套嗎 我在想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是 他受了很重的傷 當然這個傷有可能真的是 我們說了什麼傷到他了 也有可能他是重現了他小時候的一些創傷 有些人會讓你覺得他怎麼特別容易受傷 那可能是他小時候早就已經經歷過這樣的傷了 所以你再給他的時候 他有點像最後一根稻草 他就封閉內心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觀察告訴他 這個觀察也許只是淡淡的講說 我好像發現你很難跟我敞開心房 那我猜這裡面一定有原因 那現在就要你說真心話 可能你會覺得很緊張 或是會覺得不舒服 完全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會覺得我們的方向 如果朝這兩個人慢慢願意敞開自己 是會對我們感情有幫助的 所以把你的觀察告訴他是第一步 反而不是一直去問他 你怎麼了 你怎麼不開心 你跟我說你怎麼啦 我聽啊 對 這個反而有點逼迫 對不對 那因為有一些人是 他們只想要坐下來溝通 對 然後對方可能就是一直逃避這件事情 我自己給一個小建議是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現在是一個 非常非常會溝通的人 但是我們不是最開始就是這樣 我自己想通的一個點是 因為雙方都想要把這段感情經營好 因為每個人有情緒 只要我有情緒 我不想溝通 我不想講話 對 我不想去解開 我不想要舊式窮窮題 或是這件事情就是還沒解開 他必須得被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 你會問自己 這個人你有沒有想要好好建議 就是這個人你有沒有想要好好繼續相處 這段感情你有沒有想要好好建議 你自己問了覺得有 那你就 因為有 所以你就要放下你這些不想 你就知道 因為是有 所以你必須得去做溝通這件事 他沒有中間 他就有 喔有或沒有 那如果是沒有 我就覺得好 那就現在開心就好 不要把那些不開心的事情 提到檯面 反正大家就過就過 然後不要溝通 反正這感覺就這樣 沒有好壞 就如果你今天只是兩個人就是在一起 也沒有想要走長遠 也沒有想要有太多的未來 就當下就覺得 喔 當下開心 所以不想要任何的情緒 不想要解決 那我覺得 也沒有錯 讓我想到一個我自己的經驗 我之前就是跟我那一半一起考研究所 對 好死不死我先考上了 對 然後他還要繼續念二 所以他就開始對我產生很多的敵意 不希望我出去玩 然後或者是過得太開心 可是我當時就覺得天啊 我好像被限制了 我好像被忌妒了 那是很不舒服的 可是我那時候就真的覺得 如果我現在跟他溝通 他還在考試的壓力當中 我覺得我現在去溝通的話 不會有什麼太好的結果 我也體諒到說 他現在狀態不好 我沒有辦法了解 這是本質的他就這樣 還是只是這個不舒服的狀態 讓他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心裡給自己 deadline 我覺得這也是可以出動 啊 給自己一個時間 對一個時間 平順點 沒錯 我就告訴自己說 我現在很辛苦 但是我只會辛苦到他考完 不管他有沒有考上 我就會找一個好的時機 去跟他討論這件事情 到時候我再來觀察 他的本質 到底是不是對我有敵意的人 還是這個情境讓他產生的敵意 這是不一樣的哦 那如果說我發現 他其實是因為情境而情緒很大嘛 所以他對我有這種不好的互動 那我當然就可以透過溝通去解決 可是如果他是本質上 就真的比較攻擊性 那我們就要考量 是不是要先保護自己 去離開這段關係 所以我當時是給自己 deadline 然後這個 deadline 就幫助我 因為人很有意思哦 我們知道有一個時間會結束 就不會那麼痛苦了 你就會知道說 OK 他現在的這些情緒 我有一個時間點會跟他討論 最怕的就是那種 我無窮無盡 我知道我要忍到什麼時候 這個曖昧很像啊 就我跟那個女人說 你們曖昧 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對方要耗到什麼時候 就給自己一個挺身點 有人可能給三年 有人給三個禮拜 就你自己開心就好 是 當你有一個點 像你剛剛說的 欸不是無窮無盡沒有重點 你就會覺得 欸至少這段時間我盡力了 對 至少這段時間我不會不甘心 因為我已經做到我最大的 努力 努力 對 那之後關於承受愛情 其實我自己蠻相信 是一個balance 是一個平衡 沒錯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生活上面的平衡 感情上面的平衡 還是兩個人的平衡 都很重要 就連我覺得生活中 你真的找到一個最舒適 最成熟的樣子 它就是一個很完美的平衡 沒錯 那情侶之間如果真的有一點失衡 嗯 除了溝通還有什麼方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講出一個特定的點啦 因為兩個人的成長速度 有時候真的會得太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自己個人能先做的事情 就是讓對方了解我們 比如說像有的時候 我觀察到 一開始的另一半交往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我喜歡那些心理學的東西 很天方夜談很高大上 然後覺得不必要學 對 可是我就會開始跟他分享 我學到了什麼 我受到的獲益是什麼 可是我從來不會說你也要學 你也要去成長自己 我從來不會 但是人很有趣喔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小齒輪 即便你的齒輪特別小 你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影響力 可是只要你願意轉動一個方向 再大的齒輪 他慢慢的就會跟著你轉 喔 所以我從來都會覺得 永遠不需要去改變外界的人事 我不需要 你只要隨時回到這裡 去感受自己需要什麼 去調整自己的情緒啊 去讓自己恢復到那種平穩的狀態 其實外界就會很神奇的 跟著開始改變 那很多人都會不相信這個順序 他們都會覺得 我要去做很多事 去改變外在 那個有點本末導致啊 我們剛剛講的比較多的是 心靈上面的成熟 那我覺得我這邊可以自己補充 我個人覺得 怎麼樣才是 成熟戀愛比較實質上面的東西 譬如說我覺得啊 現在不管分男生女生 同性異性 你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行動能力 我說的行動能力是 你要離開這個地方 你不能完全依賴某一個人 譬如說你要懂得 至少搭一個交通工具 至少你要懂得開車 至少你要懂得開車 至少你要懂得騎車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移動能力 就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人是 你要有你自己的思考能力 就是你要獨立思考 你不能所有東西都遷就了別人 你什麼都一定要問他 什麼意見都要牽聽他的 完了我完全被罵到了 我襪子放在腦 我都會問你一般 但沒有這個這個不一樣 因為我現在講的是思考能力 可是我也會問我另外一票 我都願意拿 我都願意拿 但這個就是互補 一個人比較細心 或是一個人比較會 特整理收納 這比較像是個性互補 但我說的獨立是 你沒有他你也一樣可以生活 儘管你真的找不到你的襪子 但是你至少會知道 我可以穿涼鞋 對 或者是你至少花鞋子找 你可以找得到 對 而不是你沒有他 你就是這一輩子 都不能走出去 不能穿鞋子 這種概念 第三個就是經濟獨立 經濟獨立當然分很多時間跟階段 那學生時期先不講 你真的出了社會 你有自己的薪水 你有自己的收入之後 你是全部都花在彼此身上 還是你自己有一個 自己獨立的管帳戶也好 真的是有一天 真的沒有他了之後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的生存 可以自己溫飽自己 這是一個很成熟的戀愛 我要講前面都是獨立獨立獨立 但是還有跟戀愛很大扣的是 當你有這些獨立之後 你會更 有底氣 對 但我覺得它不是 依賴型的戀愛 因為我依賴你 我需要坐你的車 我需要你的錢 我需要你怎麼樣 所以我就必須得跟你戀愛 然後我在 為了這東西跟你談戀愛 這個地位就會直接有落差 然後變得很卑微 對 所以當我真的有一天發現 我好像在談一個成熟戀愛的時候 我是發現我是一個非常獨立的個體 跟他加上一起 兩個成熟的獨立個體在一起 就會是一個非常成熟戀愛 那你自然就可以找到 你們之間的平衡 也不是在透過好的共通方式 好的自我探索 我覺得就會是一個很成熟 又可以走得長久 然後又很穩固的感情 是 其實剛剛Blair說的這些行動 他回到心裡的意義上就是 我們可以為自己負責 包含情緒 包含這些生活上的起居 對 我們都可以為自己負責 那對於我們內心來說 這也會增加我們自己的安全感 你就不會一直要跟另外一半討安全感 我都說那種人都是安全感吸血鬼 他就一直要吸別人的 可是這個人被他吸乾了都不知道 那吸血鬼自己也會有漏洞 所以他不管吸再多 永遠都不夠 那就是一種無法自我負責的行為 我覺得以上我們分享的東西 應該蠻有感覺的蠻有過敏的 因為光是成不成熟 跟剛剛說的幼兒式的戀愛 就是你自己可以釐清說 你現在在哪一個階段 然後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想要有一個 理想的感情 理想的幸福的樣貌 但是真的是每一個人幸福的樣子 都沒有固定 不是說他那樣子 你就必須得那樣子才叫幸福 不是說別人男朋友也是這樣子 你一定要找到這樣的男朋友 你才叫隊員的 從來沒有 因為每一個人就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每段關係都有他們自己獨一無二的平衡 這也是我自己的經驗 每個人都要去認識自己 渴望的愛情樣貌 然後也要去跟對方合對 這是不是他渴望的樣貌 你們才會越配合越有默契 越相愛喔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暖心相談事 暖心相談事呢最主要就是呢 我和心理師雨昕 我們會一起互補的分享 我會提很多問題 我會從感性跟我自己的經驗出發 然後雨昕會從很多心理學上面的角度啊 情緒上面 跟你自己之前學過的一些 理論 理論之類的東西來幫忙做互補 然後我們兩個都有開一場 現場可能都試煉修復學 那一樣是這樣子的結合 想要透過這個課程幫大家解惑 跟幫大家拉一把 從你的深淵裡面救了一把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會把相關的資訊放在下面 今天呢暖心相談事 老樣子我們來問問題 請大家留言 你覺得對你而言成熟的戀情是什麼 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它可以是一個畫面 它可以是一個名詞 可以是一個形容詞 也可以是個行動 對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心理師 跟我們會跟他一起解答 一起互動 是 好 我們下期間見 拜拜 拜拜 失戀了你 或許已經看了不少文章 影片 也已經找了身邊好多朋友聊過 卻仍然不理解 為什麼是我 愛情怎麼會這麼難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脫離這種苦海呢 其實 從失戀開始到走出傷痛的過程 都有著心理學可以佐證的原因 並且還有很多專業認證的工具和方法 讓我們更快地走出來 並藉此變成更完整的自己 大家好 我是布雷爾 我是諮商心理師 蘇雨昕 這是我們的 失戀修復學 線上課程 這門課程你將會得到五大收穫 第一 情緒感受的快速恢復 第二 對愛情和前任的細膩剖析 第三 對自己和過往的深度了解 第四 讓自己不受外界影響的心理盾牌 第五 獲得改寫未來劇本的神奇法則 讓自己的身心擁有更多的裝備 現在就到為之人 讓我們與你掏心相遇 你這種時候哭完 你才會覺得清爽 否則很多人其實哭完更討厭自己 那就表示你剛剛是在責怪自己 你想往裡面壓回去 那單純的哭呢 當然有幾個行動是可以做的 二 一 一 二 二